莫斯科音乐厅139死恐攻悲剧之后 俄罗斯当局逮捕直接涉案的四名嫌犯 出顶的时候个个鼻青脸肿 有人甚至还昏迷 这四人中有三人认罪 西方媒体怀疑他们遭到殴打酷刑逼供 事实上俄罗斯早在2010年起就废除了死刑 他们很可能会逃过一死 这也在俄国国内引发费死的争议 俄国总统普京也承认 这些嫌犯跟恐怖组织ISIS直接相关 但是话锋一转 普京问嫌犯没事干嘛 往乌克兰逃跑 又想怪到基辅当局投伤 周一乌克兰首都基辅空袭警报大作 俄罗斯至少发射两枚弹道飞弹袭击 两枚飞弹都被乌军拦截 掉落的飞弹残骸毁损了两栋建筑物 还波及了一间咖啡厅 监视机车拍下爆炸的瞬间 玻璃窗跟玻璃柜砸向柜台 咖啡师赶紧吓得蹲下躲避 事后咖啡师在破窗之下继续替民众煮咖啡 这波空袭造成基辅总共十人受伤 基辅市长气得痛批 俄罗斯自己才是恐怖攻击者 远处一记猛烈的炮弹 差点击中正在小心前进的乌克兰第三突击率 这里是乌克兰东部阿夫迪夫卡 西边的奥尔利夫卡 乌克兰第三突击率正以当地为据点 试图击退俄军夺回领土 一小队士兵发现俄军藏身处后 改用晋升战彻底清除敌军 乌军还在阿夫迪夫卡附近苦战 九十公里外的巴赫姆特西侧 又遭俄军夺下一座村庄 克拉斯诺耶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四度击退来自盾内刺客的攻击 让乌克兰损失200位士兵 俄军也不想让敌方有喘息空间 周末在出动18枚飞弹和25架无人机 连夜空袭乌克兰 隔天救难队前往基辅公园调查 赫然发现匕首飞弹碎片 俄军攻击目标同样也是乌克兰基础建设 在俄罗斯上周五轰炸乌克兰电网后 东北部的哈尔科夫至今还有20万人没电可用 当地通讯服务一度中断 直到恢复供电为止 警察都在路上指挥交通 地铁站也只能充当避难所 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用户 有暖气可用 电力公司也开始制定停电时间表 减少电网压力 好尽快修复 连日攻击造成乌克兰最大民营能源公司 损失50%产能 只能增加电力进口 地下一个除气操地点也受损 但外界最担心的是俄罗斯周末的攻击 对乌克兰西边的北约成员国波兰造成更直接的威胁 波兰军方表示 离北约与俄罗斯全面开战就只差一瞬间 然而俄军似乎就是要借此警告西方军援乌克兰的下场 因为乌军周末才成功用英国援助的暴风引巡弋飞弹 集成俄罗斯两艘大型登陆舰 另外俄国指控乌克兰 再用五人机轰炸边境的贝尔哥罗德造成一丝五伤 让俄罗斯更有底气 对乌克兰境内加大攻击 专家表示就算俄国遇上恐攻 普京还是会继续攻击乌克兰 试图维持他在俄罗斯人民眼中 能保护国家不受侵犯的形象 男子一脸虚弱坐在轮椅上出庭 他就是犯下莫斯科音乐厅恐攻的枪手之一 另外三名嫌犯也各个鼻青脸肿 其中一人左脸颊肿了一个大包 另一人耳朵上也包着巨大纱布 模样很狼狈 俄罗斯官媒报道四名恐攻枪手 全是塔吉克公民 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 最大的也才32岁 尽管ISIS-K宣称犯案 但俄罗斯总统普京像是没听见 不仅绝口不提伊斯兰国几个字 还暗指乌克兰才是幕后 黑手气的乌克兰总统 则伦斯基痛骂普京是诺夫 只想谢责 因为这可是俄罗斯十多年来 最致命的一起恐攻 许多家属甚至到现在还找不到亲人 22号恐攻事发地点 就在距离莫斯科中心 约20公里的翻红花城市大厅 里头音乐厅原本要举行 摇滚音乐表演 不料晚间近八点左右突然枪声大作 当时枪手闯入座位洗阳台 扫射群众 整个音乐厅到最后陷入火海 截至目前俄罗斯当局已巡获137具遗体 但能辨别出身份的战时只有62具 事发现场附近摆上满坑满谷的鲜花 恐攻后俄罗斯民众远到俄来 排队向亡者致哀 只是已被问到国内的安全话题 还是怕敏感 以待保留 他们也不敢提起究竟谁是幕后主使 但许多俄罗斯人不知道的是这场恐攻原本有机会可以避免 因为早在两周前美国等六国大使馆就已经提前预警 莫斯科可能有恐攻发生 却没想到好心提醒 反照俄罗斯认为动机不单纯 理都不想理 下场就是造成这场灾难 上一次俄罗斯有恐攻发生 是2017年的圣彼得堡地铁爆炸 在之前是俄国班机坠毁西奈半岛 两起事件其实都和伊斯兰激进分子有关 这次宣称犯的ISIS-K也老早就不满俄罗斯 ISIS-K全名是呼罗山 伊斯兰国 而呼罗山这里指的就是伊朗 阿富汗 土库曼这一带的地区 2014年底ISIS-K因为和塔利班不和 在阿富汗东部崛起争夺地盘 之后美军撤退后 ISIS-K加码作乱 今年也曾在伊朗发动爆炸攻击 俄罗斯与穆斯林国家的历史纠葛 最知名的当然还有1979年爆发的 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 这场战争一口气打了9年多 造成5万苏军阵亡 苏联由胜转衰 慢慢走向解体的道路 而当初这笔账 穆斯林民众当然没有完全淡忘 针对莫斯科音乐厅恐攻 国际社会同声谴责 现在西方国家担心 伊斯兰国旗下分支 悄悄重整 随时会对其他国家带来威胁 即将举办奥运的法国 立刻将防恐警戒升到最高等级 烈新闻送付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